第一 你笨事业 你笨小康 你买房子 那是你自己的事 你有多大本事就买多大的房 你有多大的本事就过什么样的生活 孩子是你的事 永远要记住 不是别人的事 第二 父母帮着带 咱们要感恩 父母不帮着带 我们没有权利埋怨 父母已经养了你们了 你说父母重男轻女 在我看来一点都不是 你两个闺女人家都帮你带了 人家一个都不会带 如果真的重男轻女 事实上人家是带了的 所以你不能拿这个事来说事 明白吗 父母没有这样的义务 他不带你一点意义都没有 当然如果有些父母带 我们应该感恩 两个丫头带在身边 要费心费力的事得多少 这还不仅仅是金钱上的事 就说孩子头疼脑热的这个病 就得让你愁死 所以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你枉为母 知道吗 所以不要在这嘚巴嘚嘚巴嘚 但我依然还是那句话 最可恨的是你 就你的老婆说这么多 伤害你父母的话 你父母辛辛苦苦了 这么十几年带孩子 到最后没老来一句好 你这个做儿子的 你怎么说